台股本来就因为涨多 它可能要拉回 正好川普像一头灰犀牛 把全球的半导地产业 冲撞的一塌糊涂 我们大概最近看到 巴龙四周刊 他提到四个数据 各位财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这礼拜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全球股市在川普一声令下之后 出现大规模的回档 川普要求大家 要到台湾交保护会的情况之下 对整个未来半导地产业 它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 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 大致上你可以了解 这个费城半导体的指数 从5931点 那么现在跌到5015点左右 它从高档回档 将近20%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艾斯摩尔的股价 在美国更加严厉 对艾斯摩尔销售中国有更大的制裁的情况下 艾斯摩尔的股价从1110.09 现在跌到860左右 它的跌幅达到23.4% 而这当中它也影响河南的股市 河南从949 那么现在跌到894点左右 所以这个都是带来股价重大回档的 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也看到 以大型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 它从20690点 那么现在跌到18706 那么这个跌幅达到9.69% 台积电在这个回合当中 它首当其冲 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 跟我们一起追踪震惊局势 以及产业状况 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 或者您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节目 抖内我们 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从川普喊话之后 最高从1080 那么现在逐渐迈向 大约在900块边缘的在做调整 但是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卫报 他说台湾基国安不会放弃 半导体的主导性的地位 这个大家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回合当中 第一个台股本来就因为涨多 它可能要拉回 正好川普像一头灰犀牛 把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 冲撞的一塌糊涂 但是这个回答是必然 而且健康合理 我们大概最近看到 巴龙市周刊 他提到四个重要的数据 第一个他说7000亿美元 这个7000亿美元是川普喊话之后 美国的半导体的大型公司 股价下跌手造成的数值的损失 所以他说川普要知道台积电 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 第二个他讲92% 这个92%是台积电现在供应全世界的 半导体高速运算晶片的市占率 有达到92% 如果台积电不存在 美国的众多的半导体公司 也没有办法生存 第三个33% 这30%就告诉大家 像NVIDIA AMD来跟台积电 来买晶片 占它的营业额达到33% 另外一个是48%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NVIDIA又把晶片卖给 包括Meta 包括Apple 包括微软 相关公司 占他们营业有48% 这四个数据 都可以看出来台积电 扮演非常关键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入主白宫 一定要知道这里面所牵动的 关键的问题 所以川普也在警告 现在战争的阴影正笼罩台湾 大家也在谈川普交易 他一直以交易面 来做他的竞选的诉求 其实有非常多的盲点 美国在这段时间 政坛也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他说一颗子弹 要打川普 结果是打到拜登 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在 肇事大会当中他振臂一呼 而且在整个肇事场合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绝望者诸葛 这个作者其实对川普胜选 带来比较大的助力 这个助力我们也看到 他们两个搭档 现在看起来在共和党 已经大肆抵定 那么川普大肆抵定之后 他也带来民主党更大的转折 我们看到这个是时代杂志 原来他只是拜登要离场的镜头 这是在川普跟拜登辩论之后 拜登非常痛苦的决定要不要退场 现在决定退场 贺锦丽现在快步走进的会场 这个走进会场的动作 看起来是美国政坛开始又出现一番新的变化 这个是拜登在压力下 他宣布不再连任决定交棒给贺锦丽 那么贺锦丽59岁 在拜登离开之后贺锦丽 能不能整合民主党重要的政治势力 然后能够登上大位 我相信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在未来发展的态势上 美国在总统的大选距离11月大概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四个月 第一个是民主党在贺锦丽得到提名之后 他如何快速整合民主党内部的大佬 跟民主党内部的势力 然后来迎战川普 这是现在民主党在拜登离开之后 他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第二个在经过四个月之后 川普还能不能卖向白宫 然后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很多变数 换句话说川普在枪击事件之后 其实他也发表非常多的想法 他认为自己保住性命是上帝的恩典 他也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 减免取消但是要加征关税 川普是在先前发动贸易战的主角 现在这个贸易战他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大家也在评估尤其他对台湾的相对不友善 台湾的台积电也成为川普的眼中钉 台湾如果在未来来跟川普打交道 我相信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也就是两岸关系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后 不管是贺锦丽或是川普 可能都会跟拜登时代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这个也就是现在政府开始要未以筹谋的地方 这是在美国现在的大选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课题 在贺锦丽得到民主党提名之后 他如何利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从募集竞选经费到拟定选战策略 然后迎战川普 我相信这个会是未来四个月美国政坛 非常受到瞩目的焦点 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中国现在面临更大的转变 房地产的泡沫继续在调整 这个泡沫调整其实是中国经济奔驰30年之后 必要面对的调整 从1990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那么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 这个30年因为FDI不断的加重中国的投资 也导致中国的房地产水涨船高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大航 一个一个快速崛起 他们肃无忌惮到银行去贷款 而不断的撑高杠杆 这样的杠杆除了房地产企业 现在杠杆断掉以外 一般的老百姓在过去很长时间 认为中国房地产只会上涨 而不会下跌 现在都受到非常巨大的考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在戳破泡沫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 银行高管减薪 然后薪水要追缴20年 这个其实也是戳破泡沫经济的一种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过去政治的力量到银行去搬钱 现在他们统抽的疲漏了 那么银行现在没有办法遮蔽了 没有办法遮蔽 银行的高管有很多坐进了监牢 那么现在银行亏空以后要行员来填补 这个时候过去很多人领高薪 突然之间要追缴 我相信他只能不断的变卖资产 这个变卖资产更加重房地产的压力 另外大家对未来的前景 大家越来越保守 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消费局势也在下降当中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称霸世界的这样一个雄徒伪劣 那么现在也正在逐渐的消风 所以中国梦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梦正在逐渐消退 高盛对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些新的评价 他讲第三季的降准0.25% 到第四季再减息10个基点 会推出更多的宽松措施 房地产的见底 看起来到2027年才有可能慢慢来调整 美国的选举对中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后 万言长文突然之间消失 也给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人行最近不断的操作宽松银根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中国现在内需不振 企业生存更困难 这个是在苏州有非常多的比亚迪的汽车 等待运送 过多的产能现在杀入了全世界 我相信大家对中国会带来更多的提访 那过去欧洲对中国不受访 那么现在更多的欧洲国家 现在对中国都高度的提高警觉 而且关税不断的在升高 这个是中国在这段时间把通缩 列卷输送到全世界 现在所出现的巨大的转折 过去的中国梦大家人人呈现 但是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到 中国的FDI不断的在消退 泡沫不断的在调整 泡沫不断调整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 第一个中国现在当务之急 一定要以民生养 换句话说在经济扩充奔驰30年之后 也需要巩固以整顿 这个时候中国应该减少在大国之间的摩擦 在美中角力的情况 越演越烈的情况之下 对中国经济包挂之间的出逃 会带来更重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经济不断的在台湾绕境 这个行为其实非常不可取 你可以看到中国这段时间 越来越接近海峡中线 虽然会带给台湾压力 但是大家知道台湾担当军机升空 现在花的钱百亿以上 而中国是跨过海峡 到达台湾来宣示它的威力 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极度消耗国力的行为 换句话说不管航母的巡航 或是战机的绕境 基本上中国在这个上面 花掉的钱一定是台湾的百倍 这个对中国来讲 现在要累积更多的金钱 跟国家的财政 来面对经济的困窘 泡沫经济的调整 极度秀肌肉 其实这个也是让中国经济 加速困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过去30年台商人也去了 钱也去了 殆尽的技术 这个是中国经济发展30年当中 非常重要的起点 现在台商拼命把钱汇回台湾 而这个时候 现在的缓分裂法的修订版 针对台独的惩见 20号条我相信会让台湾 更加忌惮要进中国 所以这个情况 我相信这是一个 中国经济发展当中 可能必须要改变的一个诉求 如果没有办法让人民修养 继续在霸凌台湾 我相信对中国的经济 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这张图 最后我们来看到 当众斗的钱从中国回来之后 金管会主委希望流财引资 壮大台湾的金融业 同时打造台湾 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 台湾在下一个回合当中 当资金充沛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打造台湾版的 亚洲资产管理中心 我们给彭主委寄以厚望 希望彭主委加油 那么今天老谢开讲 到这边告一段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